当地时间2021年7月7日 海地总统洛福内尔·莫伊兹在家中遇刺身亡 而第一夫人马蒂娜因重伤被转送至美国医院救治 10日,马蒂娜的推特账户发布了一条音频消息 这是自案发后她首次发表讲话 莫伊兹原本是一名香蕉商人 在得到海地前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的赏识后迈入政坛 但是,无论是上台前还是在执政中 莫伊兹屡屡陷入选举舞弊,独断专权等争议 因而遭到反对派政党的抗议 据海地司法部门初步调查结果 莫伊兹死前遭受了痛苦的折磨 身中12枪,子弹集中在腹部和脸部 而他身边的安保人员均未受伤 另据海地警方此前披露 杀死总统的是一队28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兵 根据两名担任翻译的嫌犯供述 最初接到的任务是现场抓捕莫伊兹进行政变 但是当他们赶到现场时,莫伊兹已经死亡 这是一场最最奇怪的故事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在最后三年里,在海地里有很大的抗议 而那些抗议都没有达到国家的城堂 那是厕所的建筑 因为海地社会动荡不安 平日里,海地的安保力量强大 在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 在海地的中国人稍微 巧遇了海地总统莫伊兹 到其锁住区域视察 还远远地看到了森严的总统安保 陈述伟曾是中国第七支驻海地违和警察防暴队战斗二分队队员 于2008年8月赴海地执行违和任务 他记得 当时海地总统服有一支专门的特警队负责警卫工作 外国违和人员也参与其中 在执行相关政要的防区内警戒任务时 陈述伟也发现 海地国家安保车队场面很大 但武器装备一般,纪律堪忧 有一次海地总理到我们已经去吃饭的时候 那些警察可能一见到中国的一些食物了 直接就拿起来 拆在罩里 裤子里边鼓鼓囊囊的 里边的啤酒和饮料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一个一国政要的警卫人员都如此 你就可见他的这个安保人员的素质 海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但富人却掌握了巨大财富 走在太子港街头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价值不菲的豪车 但旁边却围绕着擦车乞讨的儿童 据纽约时报7月10日报道 海地参议员罗尼塞莱斯坦 以340万美元的价格 在加拿大购买了一栋海滨别墅 而当前海地约60%人口 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 太子港最大的贫民库 污水横流垃圾编队 那根本就不叫房子 但是你富人区就不一样了 路面硬化绿化美化 相对来讲非常不错 那里面出来的人西装革履 直接像两个世界的人 墨伊兹执政四年过来 海地社会动荡经济贫困党政激烈 2021年2月14日 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了 要求墨伊兹下海的 大型抗议示威活动 警方逮捕了部分示威者 并向示威人群发射了推累瓦斯 墨伊兹与反对派的矛盾也在增加 反对派认为 墨伊兹将海地带入威权统治时代 是专制的暴君 也有人认为 墨伊兹是处犯了寡头利益的改革者 根据海地宪法 总统意外深呼后 其位置应有海地最高法院的首脑站在 但海地的首席大法官 近日应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而参众议院不少议员任期届满 通过参众两院推选总统也并不可行 谁来掌管海地证据 依然是个未知数 当前 海地政府已向美国和联合国发出请求 希望其向海地派兵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协助海地政府维持局势稳定 为接下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做准备 现在 海地政府没有希望 他们需要改变 我看我的国家是一种幸福 海地人可以承认自己的信心 一个国家没有国家 一个国家能够联系 一个国家 在海地人能够联系 为自己的国家 海地人能够联系 为自己的国家 一项目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上海地人能够联系